大家好,欢迎来到《微读时光》,感谢您的收听 为您分享张康康的作品《有家真好》 家是一所房子,有梁柱的支撑和坚实的墙壁 父母是房子的屋顶,可以遮风避雨,抵挡冷雪酷日 孩子是房屋的窗户,以便房子里新鲜空气的流通 在这所房子里走来走去的,是许多欢乐的笑声 门是家与外界的通道,所以家不会与世隔绝 屋顶下,每人各有各的刻意,有聚有散,互不干扰 家一定有厨房,可以烧出美味的食物 所以在冬天,家里也是热气腾腾 家是一辆汽车,可以送你到很远的地方去 父母是轮换开车的司机,孩子是乘客 到了父母年迈的时候,孩子就当上了司机,父母变成了乘客 大家都觉得这样的安排很合理 开车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不能违反交通规则 一般来说,遵纪守法的人家,像开车一样,不容易出事故 即便车子偶尔有些小故障,平日注意保养,就可以尽量避免损失 还有,车子是需要经常加油的 所以一个家就需要有多多的收入 作为家庭成员,不能只用油不加油 因为油用完了,车子就走不动了 作为乘客的时候,只会消耗油量 那么,哪怕经常抽空擦洗汽车,实际也会觉得很安慰的 家是一棵大树,在土壤里有很深的根 经风沐浴,窥然不动 他把养料输送到枝条和树叶里 然后结果打紫,一代一代延续下去 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就像大树上住着许多鸟窝 小鸟叽叽喳喳很热闹的 树很怕蛀虫和白蚁什么的咬事 台风来了,坚持不住的是有虫疤的树 大树倒下时,在地上留下一个大坑 看了很令人伤心 所以,大树需要爱护 整只打药浇水,渐渐马虎不得 家是一首清音乐 让人心旷神怡 烦了累了的时候,音乐响了起来 人在外面被那些震而欲聋的迪斯科摇滚乐 轰炸得疲惫的神经 会像思弦一样放松下来 感觉到有一点陶醉和惬意 清音乐的演奏不需要庞大的乐队 不像交响乐那么雄壮 于是待在家里的时候 请抓紧时间 享受那欢快而轻松的乐曲 它会让人忘记许多不愉快的噪声 然后想一想以前和以后美妙的旋律 日子就像流水一般过去了 家是我们情感的栖息地 家是我们一辈子居住的地方 有了家 我们不用在外流浪 饱受寒冷的侵蚀 有了家 我们可以尽享家庭的温暖 有了家 我们可以在家里为所欲为 有了家 我们可以尽情释放自己 不受约束 把自己的在外所受的委屈 或把自己值得高兴的事 与家里人分享 有了家 就有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那是精神上的财富 受用一生 有了家 就等于买了一份巨额保险 安全指数高于任何一家保险公司 有了家 并非拥有一切 但是没有家 就一无所有了 总而言之 言而走之 有家真好 家我的避风港 外面的世界固然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 再纷繁的是家里受了伤 便会听到家的呼唤 家是百变的 也是不变的 不变的是那永恒的温暖 永远留在每个人的心头 伴随着它成长 血脉相连啊 构成一个严密的网络 家里人彼此相通 对外时无懈可击 家是我的指南针 帮助我找到方向 家是我的照明灯 照亮我的心 让我走出黑暗 走向光明 在家里有我至亲的人 虽然我们平日里打打闹闹 但每过多久又会很好如初 跟原先一个样 有时打闹还会打得不易悦乎 笑声连连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个性并不一样 在一起总会有矛盾的 总会引起争论 但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后 我们的感情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分裂 反而因此大大加深了我们的感情 所以这样的事是时之常有 在我最需要帮助时 在背后支持我的总是我的家人 在我感到很自卑的时候 我的家人总是鼓励我 让我重拾信心 所以我真的觉得 有家真好 家是神圣的地方 是充满快乐的地方 是永远值得思念的地方 我的家 我魂牵梦绕的家 你是我心灵深处 最深切的爱的所在 也是我感到骄傲 感到自豪的精神依靠 我由衷地感叹着 有家真好 家是一棵大树 也许它无法给你硕大的果实 但却永远可以为你遮风荡雨 家是一座港湾 也许它无法给你丰厚的收获 但却永远为你挡住风暴 家也许很卑微 但永远最温暖 儿时的家 就像浮于我成长的一个摇篮 之中只有欢乐 没有烦恼 那是可以在爸爸的背上玩了 可以在妈妈的怀中撒娇 白天可以缠着爸爸 带我去儿童公园玩耍 晚上可以在妈妈的怀里听故事 闲时 一家三口 坐在一起画别人看不懂的话 唱别人听不懂的歌 但爸爸妈妈我都懂 因为其中蕴含着家的温暖 随着年龄的增长 爸爸再也背不动我了 我也没耐心听妈妈讲故事了 但家始终是温暖的 每当学习上遇到坎坷时 回到家父母就会安慰我 鼓励我取得家计 每当我遇到不顺心的事时 父母便会开导我 使我的性格变得越加开朗 年复一日 我取得好成绩 是离不开家这根不可缺少的支柱 我遇到困难 是家是我的避风港 的确有家真好 当我遇上难题 父亲找资料 翻题库 不久便有完整的答案过程 还有父亲苍老的微笑 当我熬夜复习 多晚母亲都会等我 给我做点心 也许只是一碗馄饨 或者一个煮蛋等等 但母亲布满血色的双眼 充满了温情 家 一切又让我备受温暖 的确 家是那么的温暖 远方的游子 如果你想家了 那么就请回来吧 家虽然不能给你表面上的财富 但却在精神上 给了你一大笔财富 毕竟 有家的感觉真好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见